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是从小又受到这个欢迎而入木然 就是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吃不够的 还是办法做的那种烂野完热腾腾的斑面 所以呢我只感觉到这是一种穿动 穿动手艺不能把它解放 然后把它码人间链也大了 然后省机 然后把它省机也不太好 所以我想把这个书业给继承上来 然后以四年大学毕业 然后毕业的时候 导致就去了被总结找到了 那个时候一年大概年纪 大概总共下来十万万嘛 在总结带来又不到两年时间 依然就总结辞职 然后现在就回到自己家乡 开了这个店 他家的斑面吃二十五年了 一开始是吃他爹的 后来年这一个月 然后带我上这个斑面包 我才知道他是野脸 这个小伙子是从过期辞职不干了 做这个面包的 我吃了一下子的面包 跟二十五年前一样的好 味道是相当不错的 我的味道很好吃 然后我天天都要来吃 如果我不来吃的话 就在家里边想着 然后我的目标 就是先注册自己 属于自己的一个品牌 然后成立自己的公司 目标在三年以内 在播种市 然后开到五家饭店 因为现在播种的 穿透美食越来越少了 然后我一定会把穿透美食做好 让更多的人去品尝到穿透美食 看视频 上澎湃